维尔茨堡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历史名城 位于美因河畔 是浪漫之路的起点 也是法兰克尼亚地区的文化中心 维尔茨堡拥有许多古老而美丽的建筑 如宫殿、教堂、桥梁和博物馆 也有许多现代的设施 如大学、剧院和酒吧 维尔茨堡是一个充满了魅力和风情的城市 值得您一友 以下是我为您推荐的维尔茨堡的九大旅游景点 维尔茨堡宫 这是维尔茨堡的最著名的景点 也是欧洲最壮观的巴洛克风格的宫殿之一 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家住所 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 该宫殿建于18世纪 由著名的建筑师博维特设计 内部有许多精美的装饰和细节 如天花板壁画、水晶吊灯 静厅和白厅 宫殿外有一个宏伟的花园 有许多喷泉、雕塑和迷宫 是一个休闲和欣赏的好地方 老美因大桥 这是维尔茨堡的另一个地标 也是德国最古老的石桥之一 建于12世纪 连接了美因河的两岸 沿途有12座圣像 桥上有许多酒吧和咖啡馆 桥下有美因河的美景 桥头有维尔茨堡宫和马林贝格要塞的景观 是维尔茨堡的风景线 马林贝格要塞城堡 这是维尔茨堡的古老要塞 也是欧洲最大的山顶城堡之一 位于美因河的对岸 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风光 该要塞建于13世纪 曾经是维尔茨堡主教的驻地 现在是一个博物馆 展示了维尔茨堡的历史和文化 也有一个酒窖 可以品尝当地的葡萄酒 Hofkirsch 这是维尔茨堡的一座罗马天主教教堂 位于维尔茨堡宫的前方 是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 建于19世纪 内部有许多美丽的壁画和雕塑 是维尔茨堡的一个重要的宗教场所 维尔茨堡大教堂 这是维尔茨堡的主教座堂 也是德国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建于11世纪 是一座罗马式和哥特式的建筑 内部有许多珍贵的艺术品 如维尔茨堡主教的墓碑 圣基利安的圣堵 和莱因哈德的祭坛画 世纪广场 这是维尔茨堡的中心和活动场所 也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聚集地 周围有许多古老而美丽的建筑 如市政厅 玛丽恩教堂 泰恩教堂和胡思纪念碑 在这里 您可以感受到维尔茨堡的市景风情 也可以购买一些当地的特产和手工艺品 玛丽恩教堂 这是维尔茨堡的一座天主教教堂 位于世纪广场上 是一座哥特式的建筑 建于15世纪 外观华丽 内部简洁 有许多精致的雕塑和彩色玻璃窗 是维尔茨堡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 国家博物馆 这是维尔茨堡的最大的博物馆 也是德国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 收藏了从史前时代到现代的各种文物 包括自然科学 历史 艺术 音乐等领域 该博物馆建于19世纪 是一座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位于瓦茨拉夫广场的尽头 是维尔茨堡的标志性建筑 博物馆内有许多珍贵的展品 如维尔茨堡王冠 巨型恐龙骨架 莫扎特的手稿等 金色小巷 这是维尔茨堡城堡内的一条著名的小巷 因为其房屋的颜色而得名 是一条充满了童话色彩的街道 这里曾经是城堡的首位和工匠的住所 后来也住过一些作家和艺术家 如法国作家卡夫卡 小巷内有许多小店和博物馆 您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中世纪的氛围和文化 跟马尔茨堡wn